光复香各个部落社区早期配合政府农村再生或者是部落亮点计划 故宫顾料营造的社区特色还有部落文化等公共景观设施 而如今逐渐悔患严重影响到游玩的环境安全 下面代表吴一真建议在防疫期间出游人潮变少了 可以利用这个时候来全面盘点准修提前准备 以等待疫情过后观光旅游人潮 透过自己拍摄的影片向代表吴一真痛心直询 她说就任第一年定期会就要求乡公所全面盘点 向内各部落社区的文化旅游景点推动地方观光 但是如今不但没看到乡公所提送盘点资料 每一处文化景点设施几乎亲皮毁坏 吴一真失望的直摇头认为防疫期间人潮少 为盘点整修的最好时机 加强建构部落社区安全的旅游环境 再者向代表吴一真也特别以完工通车不久的 瑞穗北纲大桥为例 咨询乡公所针对太巴朗部落东网封兵的西富桥 以及西网光复市区的东马太安西桥 两座桥梁近半百年的历史 桥体老旧破损 外观也无法衔接部落地气 建议要求乡公所重建改善 加速部落旅游产业的发展 商长林清水达巡指出 乡内不少部落社区早期配合推动农村再生或部落亮点计划 成功营造社区部落特色 除了乡公所 他相信更需要社区部落善尽维护管理之责 但就旅游资源盘点串联 乡长林清水坦言进度不张 今年也将家属推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澄清水坦言进度不张